字幕开启 杨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ola 大家好我是杰克 欢迎回到杰克的干爹麻器伺伺器 其实已经迟到一阵子啦 今天呢 就要讓乾爹媽們比出一個高下喔 不然他們練的寶可夢一直沒有被利用到 好像有點可惜 就是沒有打一個精彩的戰鬥 前方的這一個 創世聖杯 應該是這樣唸吧 對 創世聖杯呢 那麼只要在比賽呢 打到冠軍的時候呢 是可以開啟一次聖杯的喔 那什麼時候要開啟呢 就再跟傑克申請啦 好啦 那麼非常感謝大家來 本次的傑克乾爹媽聯盟賽的第一屆喔 那麼這一次呢 的比賽內容是單打對戰 那是取BO3 那三戰兩勝 你們在填表單的時候啊 是選擇6隻寶可夢填單嘛 那你最後跟對方打的時候是3打3 就是6隻裡面選3隻 然後可以集聚化 那麼對戰規則裡面呢 必須要有強制50等 然後完全治癒隊伍預覽 那隊伍預覽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一下 對方有什麼寶可夢去進行預判喔 然後也不可以使用包包裡面的東西 然後這些規則應該你們都知道 就是第一點是 禁止使用重複的寶可夢跟攜帶道具 然後禁用寶可夢呢 幻獸是不可以使用的 但是你可以使用一隻傳說寶可夢 那傳說寶可夢 S級也可以使用 就是你的隊伍只能帶一隻 然後禁止特性是 踏影跟心情不定 這兩個特性不能使用 然後道具的話 只有全屬性的寶石無法使用 那麼這一次的冠軍呢 是可以獲得一個 第一屆冠軍的稱號 然後素質自定的寶可夢 這個寶可夢呢 是無法交易 無法呼籲的喔 那亞軍也是一樣 但是只能選擇非神獸的 那第三名呢 也是 也是可以選擇一隻寶可夢 但是也是不可以神獸 那麼這一次呢 有參加的 甘地媽們 也都可以獲得一個 第一屆聯盟賽的參加稱號喔 就這樣子 主要都是這樣啦 好啦 我們要恭喜 這一位玩家 是種子 阿比 你是種子喔 那麼我身後的四位呢 是目前的聯盟賽的 前四名喔 那麼接下來呢 他們就是要邪流成河 的打出第一名 那麼他們剛剛其實都有派出一些 很可怕的東西 像是有一個什麼 重力無防守流的地裂啊 超級噁心 不知道怎麼防喔 那麼接下來的對戰呢 是 東東 然後打上Win Smile TT 打上歐嘻嘻嘻 好 這裡開始了 Win 帶出了極巨化斗利菇 對方是甲哥吉拉 先使用了蘑菇包子 這次要玩什麼 喔 後來跳一個劍舞 會一回行嗎 還在睡 還睡啊 這邊 換出了烈空座 然後一個總子機關槍 打了一半 烈空座的速度 直接一個氣勢批帶扛住的傷害喔 然後蘑菇包子也中了 那這個極巨化有點尷尬欸 喔 再一次劍舞很貪很貪 貪起來 喔 醒來了 一個極巨飛沖 撞掉了 哇 一回醒 另一邊的運氣好了 喔 這邊派出了極巨化的蓋歐卡 噴水 畫龍點睛 哇 直接剩一點點血 然後噴水不是很有效 因為龍屬性喔 那這邊直接換了一隻巨錢螳螂 那連鋒座直接用一個鐵尾不是很有效 一個鋼屬性對鋼屬性 然後用龍爪也不是很有效 一直疊能力這樣好嗎 活得下來嗎 這邊用了一次劍舞 那麼接下來會什麼做呢 有了 極巨 一個極巨鋼鐵 那這一個巨錢螳螂如果不要被先制招打到應該還好 那麼這邊派出了DDoS 怪力 這邊使用地裂 保護了一次喔 又用防壁 又再次地裂 可是他這樣有點尷尬欸 呃 喔 直接子彈拳 打死 那這邊是蓋歐卡對上了 割擊啊 用噴水 沒噴死 好慘 哇 差一點點欸 其實剛剛那個兩次的防守還不錯 然後直接後面的一個子彈拳直接打死 你比對方快的話 好像是可以直接用攻擊直接收掉對方 畢竟你已經跳了一次舞了 好了 那麼第二局開始囉 其實我換的是超假狂吸跟蓋歐卡喔 直接一個冰凍光束 然後金屬爆炸直接反傷 哇塞 那金屬爆炸這招呢 是可以直接反擊1.5倍的傷害喔 然後蘑菇爆直接睡著了 斗利菇跳了劍舞一次 會一回行嗎 跳了第二次劍舞 貪得到嗎 還在睡 完了 我覺得這斗利菇要直接急劇化開幹了 總子機關槍 究竟是會急劇化呢 還是不會 那這斗利菇的話應該是技術高手 因為他使用總子機關槍 喔 兩邊都直接急劇化 一個急劇飛沖 然後 完蛋 這個跳舞好像沒有用 飛沖 擋住了 直接拖過對方的急劇回合 音速拳 沒有灌倒了 差一點點 我也直接灌倒 可惜了 那這邊的話 剩下一隻巨型螳螂 不是龍武 劍舞 打倒了 但是這一隻DTOS打得倒嗎 子彈拳差了一點點 可惜了 可惜 可惜 太可惜了 東東獲勝 好啦 那麼接下來呢 是 哇嘻嘻嘻嘻 然後對上 Smile TT 那麼中間場地請大家 離開 留他們兩個就好了 開始了 這邊呢 一個是 清洗洛通姆的 戲法 使用了戲法 然後拜託把我打死的 這隻虎虎喔 他先布了隱形煙 然後吃剩的東西 換到了 講究危機 所以對方只能 一直丟 隱形煙 呵呵呵 為了所遭事吧 直接一個水炮 但是 結實特性 直接 有意思 多放了一次隱形煙 他應該就只是要出來布隱形煙而已 所以 讓他死應該還好 那麼現在 洛通姆身上呢 是有一個聖犯的 對方派出了 我是少女 帕魯奇亞 那帕魯奇亞呢 直接集聚化 水龍屬性的 又交換了物品 把焦點鏡換得過來喔 然後對方獲得到了吃剩的東西 然後剛剛 帕魯奇亞使用集聚大地 但是因為洛通姆有漂浮效果 所以打不到 一個集聚龍起攻擊 然後洛通姆這邊呢 直接一個伏特替換 換了一隻 完美 仙子一步這邊 感覺應該是要直接 刻爆龍屬性 喔 直接集聚化了 那對方 使用了集聚水流 然後 仙子一步使用了 鎖住 那帕魯奇亞的集聚回合已經過了 仙子一步這邊還有兩回合喔 大地之力 傷害不是很高 然後一個集聚妖精 一個客主下去 派出了刺甲背 那這刺甲背的話 應該是連續攻擊的刺甲背 破殼 先破一次 極具火爆 然後用氣勢屁帶扛住了 但是 接下來 他的破殼 對方有先制招嗎 有先制招的話可以直接收掉 沒有的話 就看 仙子一步這邊怎麼打來 電光一閃 真的有先制招 哇 想這麼久 666 那第一局呢 是Smile TT贏了 看一下第二局 好的 這邊開局一模一樣喔 是仙子一步對上了洛托姆 這邊會變成怎麼打呢 應該是會跟剛剛的劇情不太一樣啦 一個死亡伏特 月亮之力 那這邊的話 洛托姆速度會比較快 所以這個 仙子一步會有點不妙喔 扛下來了 哇 結果是洛托姆被燒掉了 派出了完美 電光一閃 直接一個先制招 先打掉 對方派出了刺甲背 這邊的話 應該就是破殼 然後開始 開堆 其實你已經知道 對方的完美有電光一閃 所以 有點尷尬 完了 哈哈 你完了 魔法火焰欸 居然喜歡魔法火焰 那這邊的話 應該就是仙子一步 直接一個電光一閃喔 這裡的話 是在猶豫嗎 還是 想還有其他辦法 但是現在刺甲背 如果把它收起來的話 也很沒有意義啦 說實在 喔 電光一閃 然後他直接開了幾句話 哇 想扛 但是 這邊就直接送掉了幾句話喔 哇 嘻嘻嘻嘻 那邊 就有點尷尬了 沒有幾句話 然後又剩下一隻寶可夢 然後現在屬性又被克制 先止一步 對上龍屬性 一個極巨藥金 下去 恭喜 Smile TT 已經進入了冠亞軍喔 那麼接下來呢 先打 三四名 所以我們就先有請 哇嘻嘻嘻 跟 跟Wii0928 先來打喔 兩邊都加油阿 贏了這場才能拿獎勵阿 不然你之後參加獎阿 哈哈 頻道中的上面然後沒有拿獎勵很 很QQ欸 如果喜歡本次的影片的話 別吝嗇你的喜歡 給我們一個鼓勵 訂閱之後 記得按下小鈴鐺 第一時間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